在当今NBA联盟中 三号位这个位置上可谓是人才积极 各领风骚 有面堪支撑 低调沉稳型的卡哇伊 有拥有中锋身高 控球一流 得分如探囊取物的阿度 有中锋的身体 猎豹的速度 袋鼠的弹跳的三寻老汉 有天赋异禀 死而后生 让人敬佩的泡胶 这几位代表着如今NBA 小前锋的顶级水准 当然还有一些球员也很优秀 我不再这一一列举了 那么今我要说的这位呢 是杜兰特 杜兰特私指小前锋 能从一号位打到五号位 堪称全能战士 2007年他被当时的西雅图超英速队选中 之后一年球队 迁到了俄克拉河马 改名为俄克拉河马雷霆队 杜兰特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身高必长 投篮手感逆天 几乎没有投篮死角 控球技术一流 出色的变相能力 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防守球员一般都被他一步穿过 从他进入联盟 他的身高一直是一个谜 前段时间 杜兰特面对媒体 说出了广大球迷一直 关心他身高的谜团 身高211厘米 这可是中锋的身高啊 他打谁都是错位 优势竞险 那么在08年雷霆 又迎来了另一位天赋爆炸的球员 维斯布鲁克 身体素质在后卫位置上无出其右 永远跑步死的体能 冲起来像导弹一样 让防守球员无法拦截 为什么杜兰特被称为千年老二呢 他又经历了什么 下面才是重点 跟着小马走吧 在11-12赛季 如日中天的雷霆队 一路过五关斩六江 西部决赛历 压胜安东米马次队 登上了NBA总决赛的舞台 当时的杜兰特和维斯布鲁克 非常青涩 这是他们第一次总决赛 总冠军离他们是那么近 有那么远 近的是他们只需四场的胜利 就可以登上人生的顶峰 远的是他们的对手 是麦阿密热火队 石利允在他们之上 拥有詹姆斯 维德 波什组成的三巨头 要想击败他们 可谓是难上加难 在NBA中 年轻人总是需要交学费的 他们挡不住詹姆斯 詹姆斯比杜兰特身体强壮 力量更好 传球更到位 控场能力比他强不是一星半点 带队能力更别提了 热火队的整体性比他们更好 防守比他们强硬 最终四比一将他们打回家了 也许从这开始 杜兰特就意识到詹姆斯是他一生的克星 他心中的魔咒开始唤醒了 当人们提到联盟第一人时 总是第一个想到的是詹姆斯 其次才是他 他得过多次的得分王 一次常规赛 MVP 足可见其能力有多强 但是一遇到詹姆斯时 始终是他无法逾越的大山 詹姆斯现在还是第一人 还在巅峰期 当詹姆斯巅峰期过了之后 杜兰特也已经三十多了 马斯的卡哇伊 这两年不断的进步 本赛季大有超越他的实力 真是可悲啊 联盟第一人的宝座 可能也与他无缘了 一切都是因为詹姆斯 BAC班的存在 他实在太强大了 这就是命 那次总决赛之后 雷霆队一直没能登上 总决赛的舞台上 去年西部决赛 雷霆在3比1的大好局面下 被勇士队无情地翻弹了 阿杜没有想到 一只脚已经踏入总决赛了 但又被无情地拉回来了 勇士队用实力 给予了回应兄弟 你们的假期到了 杜兰特决定离开雷霆队 加盟一支争冠球队 谁也没有想到 在休赛期 他竟然加盟了勇士队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很多媒体和球迷说 他没有骨气 加盟了一支 曾经打败自己的球队 但是他不以为然 只要能守彭总冠军 一切都值得 他还专门提到詹姆斯 曾经也这么做过 但是我认为 有一点他和老詹不一样 詹姆斯加盟的是热火队 而杜兰特加盟的是 上赛季击败过自己的球队 有许多球迷说他没志气 本赛季的勇士 对进攻火力没得说 但是他们的问题太多了 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 西部今年的竞争惨烈 勇士能竞西决 说实话 很难 如果总决赛 还是勇士对骑士 杜兰特重新面对詹姆斯 千年老二的帽子能否摘下 总冠军的理想 能否实现 一切都是未知数 杜兰特固然有超强的实力和天赋 但是有天之骄子 詹姆斯的存在 让他无法在这个时代登顶 正所谓 几生量和生鱼 杜兰特的生涯 注定一波三折 祝他好运吧